卢米诺试剂,就是影视作品中,经常用来显血的试剂 早些年,卢米诺还需要现场配置,如今已经有包装好的成品可用了 卢米诺在查验血痕方面,具有超强的能力 有多强呢?几年前的血痕,如果没有做特殊处理,都能显现出来 而血液即使稀释一百万倍,也就是一滴血液浴缸水的情况下,依旧能够轻松地被卢米诺验看出来 因此,想要用水,来洗干净血迹,在卢米诺面前,基本是徒劳的 这也是通常不建议在家里杀人的原因 卢米诺是非常便宜的试剂,0.1克的卢米诺,配5克的碳酸钠,以及6毫升的过氧化氢 就可以装一瓶100毫升的卢米诺溶剂出来 它还是用喷的方式来做检查,喷一个房间,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而且,现在的DNA技术也非常先进了,灵敏性很高 卢米诺喷出来的血迹,正好软化了血痕,用棉签一扫,回去很轻易的就能做出DNA来 而且的而且,一般的洗漱用品,以及清洁用品,都很难将血迹清洁到卢米诺咽不出来的程度 要干扰卢米诺,得用氧化剂,最常见的就是漂白粉和高蒙酸钾 但他们也不能彻底干扰卢米诺反应,因为血红蛋白和干扰相的发光时间是不同的 有经验的线刊,很轻易的就能发现区别 至于酒店的卫生间,自然不会用到这些东西 何况,卫生间的宝洁阿姨,从来都不是以勤勤恳恳著称的 江远抢在卢米诺发光结束前,拍了多张照片,接着才道,师傅,可以开灯了 好嘞,吴军开了灯,满脸都洋溢着笑容 这么开心,江远拿出手套和口罩戴起来,再取出棉签,一板一眼地操作起来 不出意外的话,这些血迹,就是本案的关键证据了 白月群的全套谎言理念,是容不下一片袁语堂和男友的血迹的 吴军更是满脸轻松地看江远卷棉签,且道,任他肩似鬼,也要喝老夫的喜吊水啊 还没做DNA检测呢 江远提醒了一声,吴军呵呵一笑,用手虚化了一个圈 道,除非他们俩的痔疮都爆了,否则,这里肯定就是白月群清洗血迹的地方 江远恩了一声,略作纠正 除非最近几年,有客人的痔疮爆在卫生间了 否则,这里基本就是白月群清洗血迹的现场了 还可以再严谨一点 不过,血衣和凶器去哪里了? 吴军唯唯皱眉 在城市里面,血衣和凶器都是比较难处理的 江远一时间也没什么想法,直到,先攻破白月群的不在场证人 也对,这个徐毅再不说的话,用命案纵犯吓唬吓唬,也就该张嘴了 吴军还是挺有心得的 犯罪嫌疑人在审讯阶段事件不到律师的,只能是警察说什么,就听什么 所以,不好好读书,杀了人或者陪人杀人以后,都要因为信息插而被剥削 白月群的极剑队友,看着就挺好欺负的样子 晚间,雷星做好了周密的计划,就准备亲自审讯徐毅 雷星早年就是做预审起家的,事实上,在有预审科的时候,能进预审科的民警,都是业务能力过硬的 他那被烟枪染黄的牙齿,也是历史的证明 又仔细看了一遍DNA报告,雷星斗志昂扬地走进了审讯室 徐毅长的又瘦又高,双手双脚被审讯仪锁定之后,就像是一只长颈鹿在玩捆绑似的,只有脑袋伸得特别长 知道我们想问啥吗? 雷星也不是第一次审讯徐毅了,之前就短暂地对话过 这次更是面带笑容地坐在了对面,并且放下了厚厚的一叠文件 那一堆文件,看着就像是多少证据和证言似的,也吸引得徐毅忍不住看过去,并在心里猜测 过了一会,徐毅才移回目光,并找回事的,道,知道,你们想我翻供 我是想救你小子一条命,不想看着你做人的替死鬼 雷星决定来套猛的,先是拿出了几张监控录像的照片,道,这些,是我们拍摄到的白月群彩点的照片 图真中队找到了很多的视频,雷星就一张张地放给他看 徐毅看了看,扭头道,不用放了,那边就是酒吧街最近的电影院,去看电影而已,算什么彩点 你这个解释还有点东西 雷星抓紧机会夸了徐毅一句,接着,又展示了二号放映式监控损坏的画面和时间 再放出白月群差不多时间进出影院的照片 徐毅看到后面,干脆就闭眼了,道,你们要是实在找不到凶手,就直接抓我们好了 还弄这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 雷星看着他的表情,默默地拿出了杀手锏,道,我这里,还有一份DNA报告,是从你们当晚入住的酒店房间里采集到的,这个,你又怎么解释 徐毅一愣,啥意思,你们的酒店房间里,有两名死者的血迹,数量不少 雷星淡淡地道,应该是白月群现场没洗干净的血液吧 徐毅迟一片刻,道,你们骗我的 假设我是骗你的,我现在去你们入住的酒店的卫生间找血迹,你说我能不能找到两名死者的血迹 雷星手里捏着DNA的报告,都没给徐毅 徐毅已经撑不住了 你真的想跟白月群一样,做一辈子的牢吗 雷星开始用起同情公事了 徐毅的表情违变,过了惠儿,道,还有工作 什么,白月群答应我,别乱说话,回头就给我再找一份工作 要是我俩受了刑事罪的话,工作也就不好找了 徐毅的声音很轻 雷星大喜,只要开口,后面就好问了 雷星道,那我再问一次,当日电影放映期间,白月群是否跟你一起,在二号放映室里看电影,中间是否有离开 徐毅道,我不知道 雷星灯时就绷不住了,这要是允许他吃一个人,他能把徐毅放在嘴里磨戏了 我是真的不知道 徐毅道,当天进到放映室里,我就觉得有点累,所以睡着了 白月群什么时候离开的,有没有离开,我都不知道 这句话不能使白月群入罪,但已足以瓦解白月群的不在场证据 不只是雷星,看监控的人都是情不自禁的乐呵起来 雷星在接再厉,那从影院到酒店的路上,你有没有注意到白月群丢弃什么东西? 徐毅道,没有 味道呢?没有闻到味道吗? 我当时戴着口罩,N95的,反正也没闻到味